如果7挺MG-42机枪同时开火 多久能将一个人打成肉末呢 打过二战的人都知道 MG-42通用机枪是二战时最残暴的机枪 它使用7.92×57毫米毛色步枪子弹 最高射速达到1500发每分钟 即便是一次点射也能打出12-14发子弹 这使得它发射时的声音如同电锯一样咆哮 因此被称为希特勒电锯 战场上一旦被它瞄准 密集的子弹就能瞬间将人体撕碎 所以当时的苏军也称它为战场撕步机 并且有传言在诺曼底奥马哈登陆战中 一位德军机枪手就凭借一挺MG-42 连续击杀了4200名盟军士兵 而今天小哥准备了7挺这样的机枪 看他们同时对着人体开火是一种怎样的壮观场景 在正式实验之前 小哥决定先测试一挺机枪 多久能将一个人打成碎片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小哥只能用凝胶假人进行代替 仅仅几秒钟后 假人就被连续射出的子弹打得东一块西一块 这样的碾压效果无异于大炮打蚊子 接下来小哥又准备了两个仿真人头 想看看用MG-42来爆头会有什么效果 这么精彩的视频一定要和女朋友一起看 说到女朋友 去默默 一个靠谱的交友神器 主打美女多没有套路 漂亮妹子都会主动联系 兄弟们可以去试试 一顿疯狂的火力输出下 现场瞬间变得血肉横飞 如果换成是真人的话 不全凭马赛克估计是过不了审吧 但相较于后面的测试 这还只是开尾小菜 最后小哥找来了六个射手 分别将7挺MG-42机枪整齐排列 并计划让没挺机枪同时 以最快速度打完100枚子弹 这就意味着这个半身假人 会在15秒内躺下700发子弹 结局会怎样我们现在开始发射 不愧是希特勒电锯 面对每秒几十发子弹的摧残 假人如同撕碎一样瞬间变成了肉末 不知道这样的威力 大家能坚持几秒吗 这估计是史上成本最高的一次实验 据说加特林不仅能拆汽车 还能用来砍树 并且速度比电锯还要快 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 刘烟祖带着这个疑问来到沙漠无人区开始实验 为了假装保护生态 他们决定使用刚砍下的几颗松树进行实验 在挖掘机的帮助下将树分别立了起来 这些树直径达到两英尺 为了提高实验的挑战性 他们又从其他地方砍来几颗同样大小的木洞树 而它的密度是松树的四倍 机枪能否将它们射断呢 接下来他们找来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机枪 首先是汤普森冲锋枪 在30年代它是黑帮们的最爱 能在一分钟之内射出500发子弹 然后就是M249般用机枪 射速达到每分钟1000发 最后是毫无人性的重型加特灵机枪 它能在一分钟之内倾泻3000发子弹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首先拿着汤普森冲锋枪对松树开始射击 但强大的后座力让枪口不断上扬 一梭子子弹之后 松树表面只留下了几个弹坑 显然轻型机枪无法对树木造成威胁 于是他们进行了火力升级 接下来托瑞将用M249机枪进行实验 由于使用了脚架 射击的稳定性大大提高 子弹基本都集中射在树干底部 然而打光三条弹链也没能让松树倒下 但这次子弹却射穿了树干 最后出场的就是今天的主角加特灵 这个人称生命收割机的机枪又能否射断松树呢 当凯莉扣动扳机的瞬间 无数弹壳犹如倾盆大雨一般落下 不一会树干就开始冒烟起火 然后直接断成两节 从开枪到倒下仅仅用1045秒 接下来他们用电锯进行了对比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相同时间内电锯才剧断树干的一半 显然加特灵的效率比电锯高出不少 最后他们又尝试用加特灵射击木斗树 结果也只是用了68秒 所以得出结论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如果你家里有矿 可以用加特灵来砍树 据说只要将船倒扣在水中 就能当作潜水艇 电影《加勒比海盗》里就有这样的剧情 捷克船长带着威尔用小船当潜艇在水中行走 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一艘军舰 现实中这样做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流言 亚当和吉尼找到一艘木船 但由于亚当有强烈的晕海习惯 所以此次实验在一个泳池进行 两人将木船倒扣在头顶 然后沿着斜坡慢慢走向深水区 当水淹没他们身体时 很明显感觉到船变轻了 但到了深水区 连人带船就开始上浮 虽然里面有足够两人呼吸的气带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下潜到水下 由于气带产生的浮力太大 无法抵消船身和人体的重力 而电影中海盗们 每人身上装备的重量达30磅 于是两人打算在身上 绑上同等重量的砝码 然后重新进行了实验 但仅60磅的配重 还是无法让船下沉到水里 为了研究到底需要多少重量 才能让木船下沉 两人再次设计了一项实验 这次他们换上潜水装备 准备和船一起沉入水中 并在脚上绑了500磅的砝码 然后开始往船里灌空气 看两人能否抓住木船不让它上浮 但随着空气的增加 两人根本抓不住木船 无奈他们只好用曹操冲向的办法 计算木船的福利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仅仅这艘木船就需要2000磅的水 才能将它下沉 这样的情况即使人能带这么多砝码 手臂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力量 所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 肯定会有人问 那电影里镜头又是如何拍摄的呢 从事特效制作的两人很快就想到了方法 电影里有三个重要的镜头 分别是进入水中 在海底行走和安全地待在气带里 第一个镜头直接拍摄就行了 而第二个镜头已经被验证违反现实 于是亚当在船底钻了几个洞 并在船身绑上配重 这样船就能轻松沉入水底 而人只需要带上特殊颜色的呼吸器 就能拍出水下行走的镜头 第三个镜头也是非常简单 直接在水面拍摄 然后通过后期剪辑达到效果 思想不滑坡 困难总比想法多 据说用舌头舔结冰的金属杆会被粘住 很多南方的粉丝不相信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延祖准备冒死做一次真人实验 三人通过作弊的手段 挑选出这次的幸运托瑞 但他表示在实验之前先做一个测试 格兰将自己二师兄的舌头割了下来 但为了能达到真人的温度 他在舌头里面塞入一根U型软管 然后连接在小型水泵上 网桶里加入热水就能让舌头升温 凯利则和托瑞负责生产唾液 并收集在杯子里 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他们找来一辆冷冻车 车厢中有一根零度的金属杆 这个温度刚好能将水凝结成冰 那他能不能将二师兄的舌头冻住呢 实验正式开始 格兰将舌头固定并连接加热装置 然后在上面涂上唾液 当舌头接触金属杆的瞬间就被粘在了一起 并且很难扯下来 如果强行分离 舌头就会被撕破 为了研究舌头被粘住的原因 凯利用吹风筒将舌头表面的唾液吹干 然后再次接触金属杆 由于没有唾液的作用 舌头并没有和金属杆粘在一起 接着格兰尝试戴上光滑的橡胶手套 并在上面涂满唾液 虽然唾液很快结冰 但手套依然没有被粘住 最后他们将金属杆换成了塑料杆 并将管内装满干冰 当表面的温度达到零度时 再将涂满唾液的舌头贴上去 这次依然没有被粘住 因为塑料的导热性比金属差100倍 他无法吸取唾液的热能使其结冰 看来舌头能否被粘住 和他表面的干燥程度 纹理以及柱子的材质有关 接下来轮到托瑞进行真人测试 为此他们来到户外公园 这里的金属杆温度已经达到零度以下 当托瑞将舌头接触金属杆的一瞬间 他粉嫩的舌头立刻就被粘住了 幸好没多久就扯了下来 但金属杆上还是残留有他舌头上的组织 所以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在冬天用舌头舔金属杆 否则就只能用尿液或者开水来帮你脱困了 据说海盗会在退潮时将俘虏的身体埋在沙滩里 而在涨潮时他就会溺水而亡 那么他能否在涨潮前扒开沙子逃出生天呢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流言三人组打算亲自做实验 而无辜的托瑞则成了这次实验的牺牲品 为了不让托瑞溺死身亡 他们选择在一个没有潮水的沙滩进行实验 托瑞拿起铲子开始自掘坟墓 但靠人力挖出一个垂直两米的深坑并非一时 蓝翔毕业的凯莉拿出了看家本领 很快他就帮托瑞挖好了坟墓 为了防止失温 托瑞穿上了防寒衣 然后两人开始将托瑞活埋 但格兰却担心胸腔受到沙子的挤压导致无法呼吸 当托瑞只剩下头在外面时 贴心的凯莉还拿出几个大螃蟹 虽然托瑞还能保持呼吸 但已经明显感觉到沙子的压力 为了尽快逃出来 他不断扭动手指 以给手臂争取更多的空间 但身体依然无法动弹 当时间过了五分钟之后 托瑞终于挣脱一只手臂 有了这只手臂就可以挖开周围的沙子了 15分钟后 托瑞已经将胸前的沙子清理干净 虽然可以自由呼吸 但挖沙子毕竟是个体力活 而且周围的沙子不断下塌 经过86分钟的努力 托瑞终于从木坑中爬出来 为了更加符合真实情况 接下来他们将在海边的沙滩进行实验 由于涨潮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吗 于是流言组设计了一个 可以随时打开的木箱子 当被埋的人感觉到有危险时 其他人就可以打开木箱救人 这次实验由格兰充当牺牲品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凯利和托瑞开始填坑埋土 同时不断往里面注入海水来模拟潮水 显然这次想要逃脱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不断注入的海水会将里面的空隙填满 这会让格兰根本无法动弹 挣扎无果之后他选择了放弃 所以如果你有朝一日被别人埋在沙滩上 我劝你还是好好看看周围的风景吧